有绿萨奥斯卡之称的林业及自然保育有功表扬大会在16号举行颁奖典礼 有19位评审团委员从49名被推荐的人员中选出15位获奖者 其中在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奖项中 由台东县原名嘎布荣案文教促进协会理事长吴小凡 以及平东县来一厢传统收敛文化协会理事长罗明洪获得殊荣 下一位得奖者台东县原住民嘎布荣案文化教育促进会吴小凡吴理事长 阿美族人吴小凡20多年来带领部落族人参与社区林业 也参与国土绿网计划推动工作 透过社区营造友善生产守护山林以及生态保育工作 营造青年返乡的环境提供就业机会 同时为传承传统知识与原民文化与公部门协定 营造共好共融的山海资源共管模式 跟台东分属这样子合作的这么多年 我们变成了一个很好的社区伙伴 那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 永远是一个美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成立狩猎协会有关山林的传统的知识 营农仙来一厢传统狩猎文化协会 是全台第一个以乡为单位执行狩猎自主管理的协会 而在环境生态保育中 透过架设飞蜀朝乡临到巡护 架设水盆及相机执行动物监测 成功吸引飞蜀重返山林 也让象征身份阶级的雄鹰羽毛 透过开办访真羽毛等课程 让保育与保存传统文化间取得平衡 感谢我们协会的猎人的一个支持 以及游正成长老临时级长老 他们已经回到我们祖先祖林的怀抱 他把我们传统山林的知识 永续传给我们年轻的猎人来砸根 在过去大家非常多人刻板印象 对于猎人跟所谓的这个生态是相冲突的 我们也不妨从今天所有的这个得奖者里面 再来细细的省思跟探究 林业保育署长林华庆也表示 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永续利用中也 包含了野生动物的资源 在新的时代 族人如何结合现代科技 让传统收敛与资源永续进行调和 更需要被大众所知 而族人在林业及自然保育上 具体的行动及成果也从奖项中获得肯定 原计划怎么到48号 吴嘉良台北师采访报导